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7月26日礼拜三的第三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消息 据路透社的报道所讲 大陆国有银行在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 抛售美元以及买入人民币 以推升人民币的回价 第二个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日前召开 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会议明确提到 要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没有再提及住房不炒 而英国广播公司近日访问了 多名大陆烂尾楼的府主 他们表示以后都不会再买楼花 也都不会再相信政府的话术 好 首先要呼应各位许ظ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路透社的报道是怎样说的 路透社就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指出 大陆的国有银行 昨天早盘在离岸和在岸市场抛售美元 并且买入人民币 以推升人民币的汇价 难怪昨天人民币升得这么厉害 创了7月14日以来的新高 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就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议里面特别指出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中金公司指出 在历史上大陆的政治局会议 提到汇率的次数是很少的 货币政策就增加了对汇率的关注 政治局在声明当中提到 谷翻起人民币 有些国家就是明昏大陆老衬的 俄罗斯就没得好说 因为俄罗斯就被西方国家制裁排斥 他就迫着要接受大陆的建议 就是用人民币来做结算 但是人家拿到这么大大人民币回去的时候 都是想尽办法来抛售 换回不友善的美元和欧元 那致币的就是大陆急就张 走去推国际化 找到阿根廷、巴西那些国家 明明中亚和中巴之间的贸易就不多 人家就拿了自己的货币 来换进人民币 再在离岸市场 把人民币换回到美金 金蟬脱隔 所以人民币贬值压力 有部分因素是由国家推动的 但是没所谓的 最重要的是大陆不觉得自己被人找了老衬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这个操作 都要看大陆究竟有多少的筹码在手 就是到底大陆掌握多少的美元 虽然大陆就是掌握很多的美债 但是始终你如果不断地来到去 被人抛售人民币 你又要在离岸市场抛美元去买人民币 是不是一个持久的办法呢 好了 接着我们就看看 政治局会议说了些什么 政治局会议在日前召开 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展望下半年会议就强调 要坚持稳踪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 着力扩大内需 提振信心 防范风险 会议就提到消费方面 要积极地扩大内需 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通过增加居民收入 扩大消费 以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 会议就列举了提振的领域 包括汽车 电子产品 家居等大宗的消费 同时就推动 体育 休闲 文化旅游等服务的消费 说到消费方面 香港其实陈茂波也是有这样说的 叫市民多点出来消费 大陆现在又说要扩大内需 多点消费 但是始终来说要那些人有收入 有工作 他才可以去消费 不是你不断堂水滚堂鱼 其实都没有作用的 大家有没有印象今年年初 大陆有个叫做支薄烧烤 不是很红的 一时之间整个抖音小红书 铺天盖地地来说 当然背后有没有人策动 我就不知道 反正就吹得多厉害 然后很多人就慕名去旅游 又有些人趁着这个热潮 特意涌去支薄 开这些烧烤摊 甚至乎开店 结果没两三个月 这一波这样的所谓热潮 就已经是黯然收档了 没有人再提了 已经是两三个月货 所以你说 其实这件事就某程度上 属于地摊经济 我的角度看就是 但是你说要提振消费 其实很难 是不是 青年失业率46.5% 根据北大教授的研究就是这么说 而青年群体往往就是在社会上 最愿意乱干洗钱乱干拼那帮人来的 贪威食食啊 买那些奢侈品来到去比拼啊 攀比啊 自闭就是现在那帮人都没东西做 你说要扩大内需 你找些什么人来扩大内需呢 提振的领域又说 汽车啊电子产品啊家居品啊 这样 其实就难的 汽车 我就看到呢 原来啊 广汽丰田准备是要大规模的裁员 连汽车厂都做不住了 要提振消费 是一个好的方向 但是一来就这么飞禽大咬 又叫人买车啊 买电子产品 可能说的是手机啊 说的是Tablet啊 要买电器啊 其实就 那些人哪里有钱才行的 推动那些人去文化旅游 那些人就窮游了 香港人见不少了 投资方面又怎样呢 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加快地方政府专行债券发行和使用 以及制定出台促进民间投资的措施 并且特别提到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先进的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要深度融合 推动平台企业 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又是搞这个地方债券 这些很多时候都是新债盖旧债的 至于说促进民间的投资 就要看看到底那些企业家 那些所谓民企的老板信不信了 这件事我们昨天就已经说过了 中国经济当下面对着内房就业和地方债的风险 会议认为要切实防范 化解内房重点领域风险 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 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 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更好满足居民的光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说完这么多以后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 这次没有再提述到住房不炒 于是有不少人就觉得 这个对于楼市当然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甚至有些人乐观到就说 一天光晒了 到底那些慈分者是否这样想呢 我们又看看BBC的报道怎样说 BBC近日找了大陆的烂美楼库主去访问 哈哈哈 那些人很老实的 不知道会不会被人逮捕 因为那些人是出样子的 BBC有一段四分多钟的影片 揭露过去一年 大陆多个省市 爆发烂美楼的停工潮 原来至今这个危机还在发酵 很多相关的房地产项目 至今都是无法复工 未能够如期交付 导致有部份的苦主 纷纷抵制 不再缴纳房泰 即是不再供楼 这些就比躺平更高一个层次了 就是摆烂 放屁的了 说知你不攻就不攻 但是这些算不算是远对抗呢? 他恶意停泰 今天BBC就访问了几个苦主 第一个苦主就是24岁的王湘 他2021年的时候 以69万元人民币 在浙江省 买了一户公寓 即是一个单位 但是 到了2021年底的时候 那个发展商就停工了 真是惨了 他买了不久就停工了 在今年年初 他就跟其他的业主共同 去停缴每月5000元的房贷 真是很夸张 一个月5000元 这个人赚多少钱呢? 他24岁而已 5000元你不要说大陆 香港也算是多了 当然香港供楼也不止5000元 王先生就说 我就是充着这个价格和位置 买了一个楼花的了 但是竟然间发展商年底就说停工 每次告诉我们 交楼日期是什么时候 但是每次都是做不到的 开空投支票 发展商已经是承诺过很多次 说会交楼的了 一开始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又赖疫情啊 又赖台风天啊等等 后面又说 维权行动啊 即是你帮友们走来抗议呢 又多了啊 于是乎呢 就搞不定了 现在就说真话了 告诉我们 没有钱啊 钱不够啊 没有资金啊 搞不下去了 黄先生就说 他以后啊 都不会再买这种的预售房了 即是楼花了啊 也都不会再相信政府的话术了 这个人要小心点啦 因着被人说他尋印之事 好了 第二个的苦主 就是49岁的崔海誠 他就是来自河南的 2019年 他就是花光了他陆生的积蓄 大约120万元人民币 去买房子 就给个儿子去草媳妇的 啊 成家立失了 打算好事啦 原先那个发展商就承诺 两年内就会 员工搞定了 2021年啦 照计就 但是呢 那个工期就一拖再拖 去到去年年尾 直接整个地盘 都是停工的了 如今呢 发展商全面的停摆 搞到个儿子要在外边租屋 他本人呢 还要来到去缴纳房贷 是哦 崔海誠呢 就曾经是依照国家的程序 和流程 去搞上访的 去到这个讯访办呢 递交资料啦 啊 过了几天 那信访办呢 就给他们回信了哦 又跟他们电话联系了哦 之不过呢 后来就没再收到任何的讯息了 没了回音 没下文 那么这个崔海誠就说 啊 我投资了百几万在这个楼花 那里看不到一点的回报 第三个苦主 就是在餐馆工作的唐超 他在2019年的时候买房的 看好东北的城市大连 东北城市都看好本身 已经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了 哈哈 是不是啊 东北很多城市都在衰落 人口又跌了 还买什么鬼才行的 啊 那他呢 就一宅五十万元的首期 买下了一间呢 价值一百二十万的单位 啊 那么就除了他动用了毕生的职粹以外啦 啊 还找了老爸老母来到去帮忙 甚至呢 卖了乡下的那层楼 啊 就是含身家呢 就放了下去这儿了 一住 啊 孤住一宅 好了 原定呢 在去年八月呢 就要是起好的了 那么 那怎么不知呢 那个发展商就说 陷入了财务危机 于是乎整个工地又是停摆 那这位唐超的老婆啊 因为厌倦等待 这一等呢 都不知道几时才员工的单位 于是乎呢 在去年的九月 就申请离婚了 就是说他老婆呢 都等到说 原定那个日复日期过了啦 啊 没有楼了 那么他才走 那这个唐超呢 每个月啊 还要支付三千七百元的房贷 啊 那么他呢 就欲哭无泪地说了 啊 现在一说说烂尾楼呢 他那个心里面呢 就是从天堂跌到地獄 一个落差来的了 特别感到难受 他的人生呢 已经是没了指望了 当然啦 这些人财两失啊 正一 陪了夫人又接兵 楼又没了 老婆又走老了 哎 真是 太可憐了 那这些呢 就是 真真正正那班的 持份者的心声啦 啊 那所以有些人就说 哇 吹到天花龙凤 又说现在 没有再提住房不炒呢 又说大陆的楼市有起息啦 那那些人不仅是只有一个港字 参与买一份啦 是不是呀 要么就买内房股 要么就直投回大陆 买楼 坐延起行 不要只在那里乱吹 吹到呢 又说大陆的楼市翻生啦 这样 实际大陆的商品房呢 就是出现了严重的供过于求 正是空置出来的单位 是足够一百亿人来到去居住的 就是全球的人口啊 全部都搬进去 都还有位置剩 那你哪里能炒呢 是一线城市 可能的情况会好些 但是说二三四线城市 乡镇 炒炒什么呀 之前在大概五月的时候 有件事就爆出来很厉害 就说十万元人民币 买八套房的现象 从黑龙江杀到河南 事实上有些人真的可以买到的 在三四线城市 当然不是一线 问题就是 以一个这么低占的价钱 买回来的那些资产 你自己也要想过 好不好接货呢 买了回来 还有很多麻烦事要跟手的 小区的管理费 各样的集费 除非你不博通电力 水费 各样的东西 不然人家都有基本收费 那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 万一那座野要维修的时候 那你又怎么办呢 又是要找个业主开刀 所以买了回来 不代表是一个好事来的 你分分钟就是 有很多那些这样的 首尾要跟 大哥他买楼就不同 集邮嘛 你买了回来 哪有人租才行的 这些单位是 三四线城市 有能力工作的那些 年轻的 多数都出了时间打工的 留下在这些城市里面的 其实很多就是那些长者啊 或者是那些小孩啊 那些其实对于 租务的需求是很低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又看看 中国二居房地产研究院的报告数据 就显示 在7月1号到20号 中国50个重点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 成交面积是816万平方米 还比下降3乘3 同比下降3乘7 此外 有42个城市的交易行程 是出现了下降的态势 有8成的城市 其实那个交易量 就是比6月份的 财联社的报道就说 这个是说明了 市场降温是具有普遍性 很多城市都遇上了 楼市交易持续疲远的问题 报告又认为 7月份的数据 就处于罕见的低位 而且后续 还有进一步下滑和降温的风险 是需要高度的重视 你说大劑不大劑 7月本身就应该 叫做炒得旺点 都是一个罕见的低位 至于需求的数据又怎样呢 全国住房需求不断萎缩 从2011到15年大约的974万套房 去到21到25年 就会降到656万套了 之后的5年 26到30年 就会进一步降低到455万套 这个很合理 人口的老化 出生率的下降 根本上人口都已经是走下坡了 还买什么鬼 最近我留意到 广州日报登了出来 广州市的人口都负增长了 所以不要认定一线城市 一定站得稳 广州人口的下降 多严重 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陈重兴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就说 过去大陆以放款的方式 制造资产泡沫 但是币端显而易见 恒大亏损2万4千亿元人民币 简直是天文数字 可以看到 过去大陆政府的监理是宽容 被那些房地产商 跟地方政府、银行挂勾 不断拿到融资去建设 结果就造成很多的难尾楼 真正的刚性需求就没那么强 搞这些楼盘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追求GDP 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重大基础建设和房地产 很快可以创造出GDP 这样就可以刷这个数据 这样才有升官的机会 即是搞正职工程 大陆的地方财政四成的收入 都是来自土地畜样收入 不过房企纷纷的爆雷 加上销售量和楼价 双双的下滑 反映一般的老百姓 对于不动产已经丧失了信心 银行放款大约佔了不动产股价的七成 当楼价下跌超过三成 就要追缴保证金 可能就要出现断工 即是说call loan 那样东西就是 即是你的首期都已经是跌了 变了负资产就问业主再追 如此一来就会产生连锁效应 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 介入资产泡沫被爆破的困境 都不用避免 现在都在爆了 不过这个爆就不是磅一声爆 而是很缓慢爆 在那里死拖难拖 拖到他不要终极一爆为止 其实现在根本的趋势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经常就说 没有爆啊 我不知道究竟那些人爆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你说这个房地产爆雷 爆了很久了 喂 恒大负债2.4万亿都还不够爆? 只不过这个爆 它可以一直拖一直在拖 其实就是某程度上在买时间 最后陈重卿就说 如果想挽回这个趋势 就要好像当年温家宝所说 要挽回的信心 信心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信心 就算是黄金 货币 都比不上它 但问题就是 BBC的访问 大家就很清楚了 那些烂尾楼业主 全副身家推下去的时候 他还说什么是信心呢? 他直接一决不振 他整个人生都没了 他都说看不到回报了 欲哭无泪了 没有了前景了 你再说信心就是 现在还有钱的那些人 还会不会落财呢? 会 不过不是在大陆买 只是去了海外而已 好,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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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